有兩張飛了 毛脫掉了 大家是否覺得這間酒店很有特色呢? 這間泰北的酒店竟然滿摩洛哥風情 我們選這間酒店為甚麼? 就是因為今晚是水燈節 在清邁會有一個放天燈活動 一年只有一次一晚 所以我就選了這間酒店 位置距離我們放天燈的地方 十多分鐘非常之近 晚上玩完了回酒店又方便 哇 今天我們已經清潔了 今天我們已經清潔了 因為月曼節酒店都在這裡拜神 我們吃完早餐 不如一起去打卡吧 不過今集就有點特別了 你知道我們是窮退 模特兒就請不起了 唯有我頂眼上 硬著頭皮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酒店除了漂亮 還有一個玩意 是甚麼玩意 和大家去看看吧 這裡就有換衣服的服務 這間房間 進去八卦一下 脫了雷鞋 然後進來會見到紮相 我可以這樣跟你說 紮相裡面的衣服全部都是沒有的 但是有類似的東西 然後有個男的更衣室 女的更衣室 中間也有個攝影機 可以打卡 現在進來選衣服 有甚麼衣服選呢 進去看看 換完衣服即場 就在這間房間的中庭外 可以打卡 有女士在裡面選衣服 所以我們就不方便進去 男的更衣室 就沒有女的選擇那麼多 好嗎 只要你是酒店的住客 就可以在服裝間裡 隨意配搭你自己喜歡的衣服 多少套都無所謂 然後你就可以享受摩洛哥風情 到處去打卡 了 在我來她們選擇 所以我會適合她們 吃我做的 來自助有靠近五個 知道嗎 我們可以打卡 都知道大家有點頂不順 但我這個門外漢 又想跟大家分享這間酒店不同的打卡位 實在用心涼虎 放電梯很特別 酒店連部電梯都可以打卡 你說是不是呢 至於房間就在上一集就跟大家看過了 你站在這裏都可以打卡 附近都有一些特色的cafe 好像這個蘭花園做主題的cafe 我們稍後過兩集都會跟大家分享 酒店很窩心 因為近水燈節每間房都送一盞水燈 大家放心我們不會忘記 這次來主要的目的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參與在泰國一年一次一晚放天燈的成會 泰文叫做lokkong 我們提早報名去天燈節 提早就有提早的風險 因為正正在疫情之下去報天燈 心都心驚驚會不會來臨時取消呢 我在網上 Facebook找主辦單位 最後聯絡了泰國旅遊發展局 他就推薦我參加這個主辦機構 這個機構聲稱他們主辦的放天燈 是最大型 規模最大 而且還安排了旅遊巴 去特定的酒店接載報名的人 當然要貴一點 來之前我已經問清楚 地點和停車場在哪 不過來到就發現 我這條路看不到 就是啦 幾經辛苦找到泊車這裏 原來會場旁邊開了一塊爛地來泊車 剛才又不是正規的路 所以找停車場找了成半個小時都有 你看地爛到 嘩 多雙鞋 嘩 條橋這麼危危符 那會不會塌的 多橋啊 喂 小心啊 多橋 多橋 小心啊 那邊的帽子 這樣會脫掉 牠的帽子 我應該會很害怕 沒開玩笑 這裡都適膽 有錢賺的 入場捐成一千元 怎會這樣呢 嘩好害怕 多辛苦就來到會場了 到底很多人說 一生必去的青麥放天燈是怎樣的呢 好不好玩呢 值得去玩呢 裡面的情況會是怎樣的呢 程序又是怎樣的呢 OK 有兩張票啦 當下我們就不見到有香港的拍攝團隊 又或者有其他香港人去參加這個成會 都是因為疫情太過封關的當時 好了 阿Lee和阿凡本著完全披露的心態 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要辜負我們的苦心和心機 記得留意我們的下一集 如果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 麻煩給個Like 訂閱和Share 有些什麼呢 一有新片相片就會通知大家 下集慢慢跟你去放天燈 Bye Bye